大家好,这里是命理章法师 今天我们聊一个比较迷信的话题 这个话题是主要来自北方的一些信仰 比如说出马、萨满之类的 这个出马和萨满也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和道教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比较复杂 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聊历史 那么我们今天简单聊一个 因为有人咨询相关的话题 我们就长话短说 如果把北方的这个相同 也叫相克有看乡的 有跳大石的 有所谓的这个上升的 那么几种他们统一都聊的话 时间太长 我们简单聊几种 一般来讲北方出马比较多 南方茅山树比较多 简单说就是南茅北马 那么我今天聊的呢 和北方的出马比较多 出马呢和萨满的一些连接比较多 和萨满也是一个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啊流传在我们中国大地上 满族对他的信仰比较多 东北啊 来自于东北这个少数民族的发源地 这个今天内容就是仅供参考 有这样的人在啊 八字上或者在他命理上 比较有问题的时候要找一个替身 这个替身呢 一般的话是纸扎的或者是草扎的 但是送童子星或者花姐必须是草扎的 而一个草呢要用三十六根 这个里面扎的讲究以及请神咒 开光等等是有一定的步骤的 另外咱们说了 你的身体特别不健康的时候 用一个替身为你去挡灾 或者说你面临了一些其他问题 找替身去挡灾 这个替身呢 戴上了你的生辰八字 戴上了你的头发 甚至有的带自己的血液去滴上面 头发绑上面 做这样的法式 让这个去阎王面前也好 去其他的地方也好 为你挡下这个灾 祝你顺利度过 也有人说这个非常迷信 具体过程我不讲了很复杂 有人说这个非常迷信 有人呢深信不疑 我讲一个故事啊 是我的一个师父 他在二十年前帮人送了一个 替身 这个人当年在五十来岁的时候 脑子里长了一个瘤 要做开颅手术 一般人啊 肯定是不敢做 医生也跟他说了 存活的概率 有可能在开颅的过程中 人就去世了 但你不开颅 这个脑瘤长得越来越大 甚至变成恶性的啊 那个时候可能还不知道 是否是恶性的 要开颅去切掉一块 进行切掉以后再进行检测 或怎么样 这个手术必须做 不做的话 半年以后也就逐渐的就无药可治了 所以找了这位师傅进行 送了一个替身 把你啊 把你所受的伤害 甚至你啊 把你应该受的罪 或者说你的命运 放到这个替身上 焚化以后 他的手术就非常成功 这是二十年前左右的事情 现在这位老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 已然健在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 理解一个事情 好多人就是 就否定这个事情 对这个事情不了解 我们对玄学 对神学方面 我们今天不讨论 那么我们就讨论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东西 如果说他不做这个法事 他可能不敢面对这个医生 不敢去做开了手术 也可能他也已经去世了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就是人的心理暗示 按照西方的学说来说 心理暗示 对你的整个健康也好 事也好 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咱们是单纯这个心理方面的 你说讲科学 我们可以从西方的这个科学来讲 那么从神学来讲 我们不懂的 不代表它不存在 这个怎么讨论 我们就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有的 你比如说 好多人说 北方的这个香客也好 香童也好 通过看香 来看待一个人的吉凶祸福 甚至是 他的这个福祸 这种一般会占卜一个特殊的事 你比如说 看了烧了三柱香 这个三柱呢 一柱两柱三柱 三柱是左青龙右白虎 这个哪个位置高 比如白虎比较高 这个事就是凶 白虎 白虎中又分白虎青龙 白虎海鸦青龙 在白虎中 白虎高 这个就是 非常凶 这是凶中之凶 那么 这个青龙比较高 或者是这个 主香比较高 就是相对吉祥一点 如果青龙中 青龙又高 那么就是吉祥的 这个只是个简单的 我跟大家聊的 其实这个复杂程度 远非人的想象 好多人就说了 看到人家上香了 好像就是 看一看 看一看 就给你解析了 好像是 随便说一说 其实不然 这里面是有学问的 香呢 它有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 香通神意 就是神灵的一个使者 传导到这个上面 神不能告诉你 你的吉祥师兄 未来的事情是怎么样的 通过香来告诉你 神是要用香火的 另外一个 所谓的香克 香同 也是需要灵异体制 未来的 我们会讲灵异体制 还有一个修行的体制 那么我今天刚才讲了 这个看香 包括这个送 同个送这个替身 这个我们常见的 就是送童子星 童子星呢 找个替身 比如说花姐 找个替身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今天讲了 这个看香 这个也很重要 还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阴宅 阴宅的一些 比如说 阴宅的路 哪个方面 埋什么东西 对你 他家族的运势 对你是帮助 这个我未来 如果大家想听 特别迷信的 这些东西 我们聊 可以聊 第二个就是 比如说宅子的风水 比如说 有的人宅子 这个阳宅 风水没有问题 但是经常晚上睡不着觉 夜不安眠 整个身体上不舒服 烧这个香 也能看出这个宅子 是否是 就有不干净的东西 在这里 如果有的话 排除身体健康问题 真有不干净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宅子里 可以送 敬宅咒 再做一些相关的法事 敬宅咒 包括还需要通过这个 还需要简单的法器 就是柳条 都知道柳条可以打不干净的东西 柳条 敬宅咒 去念一念 很多家庭做了这样的法事以后 睡得也很香了 这个问题 有的人经常说 迷信也好 说什么也好 我实是很不想讲 一讲就被人攻击 但是 很多人为此而受益 念了敬宅咒以后 摆放了柳条以后 多少条柳条请出去 这一套流程下来以后 他睡得香了 安稳了 那么就是有用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有喜欢的 未来我们会做一系列的 把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 我是拜过这方面师父的 对这方面可以说非常了解 有人从美国回来 有人从新西兰回来 澳洲回来 也有人给我打电话 请教过这个事情 说在美国睡得不安生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反倒是追求这些东西 有的人都是滕校博士 硕士很有学历教授 有一个是91年就去美国名校读博 现在美国好像已经退休了 这么一个先生 经常过联系 人家是搞物理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博士 师母中国某顶级大学 我就不说那个需要了 物理方面的 到了美国又读物理 后来又在国家 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里工作了这么多年 还在跟我问这些问题 所以我才有这样一个心思 把这个讲一讲 那么这就是今天内容 谢谢大家